屏東大淹水 國軍出動裝甲車救災 運補物資 在加東鄉這邊 其實幾乎可以說 水已經淹了有三天了 都沒有退卻 而且最深的地方 是有到人的腰 所以現在軍方必須要出動的是 V15動 這個俗稱的3R 就是可以在水中運行的 這個裝甲車 才有辦法運送物資到裡頭 被大水圍困 孩子又生病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幸好還能向國軍求救 現在都淹水了 都沒辦法出來 小孩子又生病了 半夜都一直渴一直渴 對 還是要去趕快 再去看醫生 93歲的阿嬤 急著探望住院的97歲老伴 赤腳涉水趕去醫院 屏東八個鄉鎮大淹水 沿海的加東 臨邊東港和芳寮是重災區 加東更是12個村落 無一幸免 患有糖尿病的阿嬤 無奈坐在家門口 萬一碰到混濁積水恐怕引發感染 出不了門 只好煮稀飯撐過一整天 我們剛才煮麻煩 不可以處理買麵糰 買魚要買乾淨 不可以處理買了 也沒有東西放這裡 不可以處理 不可以處理 加東連接出海口 漲潮加上大雨 可能還有海水倒灌 讓加東足足泡在水裡三天 臨邊鄉多年沒淹水 這回也淹了三天 有人發現大量積水 從清零公園一流到市區 水量如同小型瀑布 相當驚人 這裡是日治時期的內堤房 居民懷疑是沒有整治抽水 變成臨邊大淹水的元凶 記者綜合報導